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上午 今天小小老师 就跟你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是小松老师会说一个电影的台词 让你们来猜试什么电影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小松老师现在开始问第一个问题 不要憎恨你的敌人 他愿你将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部是美国的电影 也是小松老师非常喜欢的一部 但是虽然讲的是一个部战争片 但是我觉得 有电影就是 全片生存出了 是每一个的亲戚 每一个人数 就是把他说出来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 以后只可能会更糟 这部喜剧片是小松老师 16年看过最好看的一部 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就是 这部电影虽说它是一部喜剧片吧 但是我是觉得 它比悲剧片散发的 悲剧要更凄凉一点 就是以乐景 趁爱景 然后 然后 这部片给我的感受就是 做一部好的喜剧片非常难 但是 做一部让人笑着思考人生的喜剧片 难上加难 然后接着下一个 然后接着下一个 这一把我必须要赌 赌不一定会赢 但不赌一定会输 这是一部港片 然后我相信在座各位肯定都看过 然后里面有很多 就是精灵的镜头 然后 比如说 就是 巧克力啊 给的是不是太明显了 然后 这部片真的特别好看 是我童年的一代回忆 最后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 听BGM猜第一 特别简单啊 猜不对 猜不对就尴尬了 对吧 好 我要开始了 哦 那么今天小松老师的 猜电影环节 就告一段落 然后大家下次见啦 拜拜